三年了,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国人 这坐20个小时飞机横穿大半个俄罗斯 飞1万公里回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本来我们家娜老师 老家离咱们最近的城市满洲里 只有不到500公里 坐火车的话一个晚上就到了 但是我当时回国的时候 咱们的陆路口岸还没开呢 所以不得已只能斥巨资 花了1万多块钱人民币 买了一张从莫斯科到上海的机票 而且从娜娜老家到莫斯科的话 还要先坐5个小时的飞机到叶卡捷林堡 然后从叶卡捷林堡转机 再坐3个小时的飞机到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之后呢 还要再坐车2个小时去另外一个机场 因为正好碰上了晚高峰 路上还堵了一个多小时 再加上飞机上是没有提供正餐的 所以这十几个小时内 就只吃了一个三明治 等到了回国的机场后 我早就已经机场录录了 别看现在俄罗斯的机场到处都是中文 但是因为一年之前的事情被制裁后 咱们的迎联卡在这边已经用不了了 好在我们家娜老师给我转了钱 我才能饱餐一顿 不过该说不说 俄罗斯的机场吃的是珍贵 这一份俄式快餐就花了300块钱 吃饱喝足之后 马上就要准备过安检 正是踏上回国之路了 登机了国际航班登机口 安检 就在这边过安检 我看到了前面有好多中国人 刚才居然有中国人在云宝播报 中国的俄罗斯人还挺多的 登机了 登机了 终于要回家了 这就是俄罗斯航空 坐上回国飞机的那一刻 我依旧不敢相信 因为疫情滞留在俄罗斯的这三年 就像做梦一样 不仅娶了一个温柔善良的俄罗斯妻子 还给我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混血宝宝 实现了人生的两次跨越 想着想着 很快思绪就被周围熟悉的湘鹰打断了 由于当天莫斯科下起了大雪 所以在起飞之前 还来两辆洒水车给机翼除冰 说实话就是阵仗 我还是第一次见 随后在俄罗斯航空 汉地拔葱般的起飞下 我也开始了长达八个小时 吃了睡睡了吃 迷迷糊糊的回家之旅 这个是早餐温柔善良的麦田舟 然后这个那边都去买西丝了 终于出牌关了 我现在去拿一下行李 应该就可以出去了 都在这边拿行李了 看看我的行李到哪了 行李拿好了 还不知道要去哪了 姜孙生欢迎回家